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鸡快跑 《绝地出生》最新的版本目前已经上线 在新版的游戏中增加了一个运输车 相信各小伴都对此非常的期待 这个运输车里面装满了装备 它会沿着固定的路线前进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里面掉落装备 只要跟着它走你就能够让自己变成神装 甚至还能够在里面捡到火箭筒 要知道这可是卡拉近地图特有的装备 在宝箱里面,其他的空头装备也是应有尽有 比如狗杂,几粒服等等 如果你想获得运输车里面的所有装备 办法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将它给打架 打架后来到车的里面 车两边的储物柜里面什么都有 更爽的是这里边的每一把枪都是满配 让你不需要再到处的寻找配件了 最后国外的玩家还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 那就是召唤几十个装甲车能否拦住运输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只见刚接触的时候运输车立刻受到了阻碍 但撞击了一段时间之后装甲车还是顶不住了 最前面的几辆直接爆炸 随着爆炸的装甲车越来越多 运输车最终也没有承受住这些威力 一同的报废在原地 那么各位小伙伴你们期待新版本的上线吗